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年轻人不愿意参加社保的原因 以此为基础来重新审视和反思现行的社保制度 才能找到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的可能性 年轻人不愿意参加社保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但在公开场合 这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大多数的讨论都是批评年轻人的态度 认为他们不负责任 对未来生活没有规划 然而 年轻人不愿意参加社保的深层原因却被忽视了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在一次公开论坛上 直接指出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养老金缺口的压力正在影响年轻一代 他们觉得即使努力工作也很难买房 结婚 养孩子 因此选择躺平 他指出 当社保缴费的负担大于收益时 人们的积极性自然会降低 他认为 年轻人不愿意参加社保 不是他们的问题 而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周小川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他认为应该重视多角多得 长角多得的激励性 提出了人账户养老金公一配一的设想 这个设想 部分参考了美国养老保险制度 401K计划 如果这个设想能够实施 就能突破现行现收 现复制的弊端 重新激发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参加社保的热情 然而 这个设想的实施 面临着重重困难 如果将年轻人和中年人缴纳的一大部分 用于充实个人账户 那么 谁来支付现在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可能包括 推迟退休 财政补贴 降低或冻结养老金的增长等 但这些方案都很难实施 总的来说 我们需要正视年轻人 不愿意参加社保的问题 理解他们的利益权衡 才能找到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的可能性 不愿意参加社保的问题